初冬的午后 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桂冈花鸟商业街区 彻水马龙 男女老少行厅夺步 或是选购绿植花卉 或是观赏鸟兽虫鱼 或是品尝特色小吃 享受着慢时光的惬意 闲的时候就想来逛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品种 反正逛着是很养心情的 这样的逛起来的话 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绿油油的 就很舒服 再加上女孩子的话 会喜欢拍照 现年80岁的花卉店主何维 正在店里精心打理着 一盆盆娇贵的蝴蝶兰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业 何维从早期桂冈花鸟市场里的 一名地摊户 发展成为如今的兰花经营大户 八户兰 我想因为家这个能够搞个体户 所以我就出来就干到今天 蝴蝶兰 把地毯就卖起来 以前我在下面是18个平方 现在是70多个平方 经营上还是可以的 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我们这里面经营户 有北方人 有南方人 有我们贵州人 这市场搞得好 改静了多少人的九年 这个九年 以前活人 它就带动了几千人的生活 地处贵阳老城核心区 建于2004年的贵岗花鸟市场 是贵州省内规模最大 人气最旺的花鸟市场 这里汇聚了花鸟鱼虫 园林甲山 珠宝玉器 文丸自画等多元业态 承载了贵阳几代人的记忆 在这里 无论男女老少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掏到自己想要的宝 这个现在的贵岗花鸟市场 它的前期是叫养民花鸟市场 贵州市民 我想一问 喂 往事问你到哪里 养民路去逛逛 你去过来 我想你买个钓鱼竿 早上要吃豆花饭 理事要吃草鸡草羊 只要提到星期六 星期天 这养民路去逛逛 贵岗花鸟市场 这个市场包罗完全 所以才能够形容到今天 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 和商业消费场景的升级 2023年11月 贵岗花鸟市场 搬至离原址100米的商业地块 迭代打造 富有温度的文旅消费新地标 曾经传统的棚户集市 如今发展为 集花鸟文玩 休闲娱乐 生活购物与一体的 贵阳特色商业综合体 以前那边生活气息比较重一点 没有那么的方便管理 然后人进去 或者对那个地方不熟悉的话 比如说想买个什么东西 要找半天 但搬到这边来之后 企业化管理之后 找什么东西很方便 哪一楼哪一楼都很明确 要找什么就直接找到了 既方便了商户 又方便了消费群体 不像以前 它是一个大院吧里面 你外面都没有楼灯 人们到吉尔木江林时刻 纷纷都走人了 现在环境比较好 到处都走人了 人们可以逛到八点多 甚至九点 在立立时去走完 时间延长了 能带动这个商户的一点点经济 傍晚十九时许 桂冈花鸟市场四楼美食城 人流汇集 家常菜馆 火锅店 以及各类贵州特色美食店 吸引不少食客到访 他们中有朋友小聚 家庭聚餐 亦有不少外地游客 寻味而来 经营商户 贵羊传统名小吃 雷家豆腐园子 第五代传人 雷试阳感言 如今 在社交网络和文旅热的带动下 桂冈花鸟市场的人气 正越来越旺 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得多 其实生意比以前还要好些 很多外地人在网上了解到 他们就有当地的那种实际文化 桂冈花鸟市这种特色小吃 还有这种特色的古玩 花料 他们很多了解都来桂冈花鸟 比如说每年热天家 都很多外地人在这游玩 我就希望花鸟市上面 做到一个桂冈花鸟的名片 就越来越好 就越来越好 我可以保留了解 我可以保留了解 我可以保留下来